要不要去 要不要去 晚安 早安晚安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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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痘痘貼好明顯喔 我要把我痘痘貼擋住 今天的眼睛好可愛 蛤 就不是跟平常一樣嗎 因為我最近痘痘有點猖狂 我要在公演前 把我的皮膚 保養好 要不然的話 大家都會看到我痘痘很茂盛 謝謝色孔兔 好 離開吧 拜拜 拜拜 晚上好壓 為什麼會一直壓到 你還沒填券 這什麼時候截止啊 我是不是要 那個啊 工商 工商嗎 工商一下 早安呀 20號截止 還有五天 你還沒填券 到十五天 好可愛喔 謝謝菲緣的鬼畫符 好可愛喔 我喜歡這個 現在沒券可以買 什麼意思 握手券賣完了 不是到二十號嗎 不是到二十號嗎 數位券賣光了 數位券賣光了 數位券 你說都粉上了嗎 早安 晚上好 對媽媽媽媽媽媽在在大腳 不能家買了 不能家買了什麼意思 因為我沒有人買 有多的錢可以買我的 誰被罵 因為我家沒有製冰器 然後我就用夾電袋裝水 我要放冷凍庫去冰 但是冷凍庫全部都是生肉 每地方放 我就找了空間放進去 然後我媽好像把它弄倒了 什麼樣 所以她就在生氣 她在罵人 謝謝雪帶發的一顆星 這是日常 我們家只有一個冰箱 但是冰箱裡全部都是肉 沒有地方放我的冰塊 謝謝 胖餐廚的大聲說愛你 謝謝 吃飽了嗎 我開播前有吃炒飯 還有那個生菜沙拉 但是我的生菜沙拉 有點不健康 她的醬已經多到 我吃完 她還是有 一碗 一碗 醬 今天眼睛是不是特別大 有戴雨型眼鏡 我媽媽很生氣欸 在生什麼氣 可是我就是要用冰塊啊 我冰箱 我冰箱還是得要放我 我要用的東西吧 今天是不是特別可愛 不是特效的部分嗎 早安 下波準備吵架 以前的話 我應該會跟媽媽硬碰硬 因為我自己脾氣也很臭 我覺得是遺傳 然後呢 然後呢 她對我生氣 我就會跟她一起吵起來 但是現在我 我看開了 現在就 嗯 她罵完就沒事了 不是啊 罵罵 罵人跟打人 不能解決問題啊 就是事情發生了 你不管怎麼樣 都不會 就是都回不去啊 所以我覺得其實 就是 情緒管理很重要 就是關於 我自己的認知啊 就是你 你生氣也不能解決問題 就是人都會有情緒 生氣是可以的 但是罵人跟打人 這兩件事情 本來就是不能解決問題 我也覺得不好的事 所以我現在 在努力的 克制我自己的情緒 什麼事都 平平的 過去就好了 你要想辦法解決問題 而不是發脾氣 對對對 脾氣很正常 我覺得這個想法是好的 就是 你會 因為你會去思考 要怎麼去解決 就是 問題 才不會就是 一味的讓你 讓大家覺得 你好像情緒很不會 很不能控管 我不想成為這樣的人 所以 對 要成為 有能力解決問題的人 但是能解決對方 喔 好啦 那我 他的角度可能是這樣 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哈哈 我可以這樣想 這是我小時候的想法 一定會有情緒阿 但是不能一起用事 因為你也不知道 就是 你這樣傷害自己 又傷害別人 但是有些事情 是因為兩個人的觀點不一樣 不是因為誰有問題 他覺得他有 呃 你覺得我有問題 我覺得你有問題 對吧 又不能說誰對誰錯 很長的時候 有 通常 有問題都是兩個人之間的 糾粉 你把那個水扔子 幫人家一開門就掉出來 對嗎 謝謝 遇得一封信 冰箱都是你的肉 那當然啦 沒有你 有本事的就買一台回來 這是泡式的東西 那是我買的 我出錢的 像這樣 我就是不想成為這樣的人 所以 所以我現在在努力的 學習 剛剛是什麼聲音 什麼聲音 沒有硬碰硬 我現在要放軟了 我現在就是盛起自然 不能不能去效仿自己 不想成為的人 對吧 好 沒關係 你不用聽得太清楚 因為我朋友也聽不懂 他在講什麼 這不是成熟的問題 這也是我這幾年才 真正去意識到 因為常常我自己也會 就是 太生氣或幹嘛 然後把自己弄得自己情緒也不好 所以我覺得 這種時候呢 才要更要克制 齁 已經花瓣了 謝謝切耳東 謝謝 這什麼念 這什麼念 哈 謝謝韋德天天圈 成長了一部分 但我媽媽已經 54了嗎 還是55了 等等媽媽會不會丟東西進來 不知道 丟的話再說 丟的話 就是按發現場了耶 好像是說冰箱裡的肉 是媽媽的肉 冰箱裡有一堆肉 沒有地方放東西 然後我只是想冰個冰塊而已 我們家沒有製冰器 我就用袋子裝著 伊林開車時 是否不能媽媽坐在旁邊 他沒有坐過我開的車耶 因為我們家沒有車 我是 我朋友 有車 所以呢 我都是開我朋友的車 但通常我不會是主要開車的人啦 因為畢竟不是我的車 謝謝黑流星的餐飲拍 而且 我覺得輪流開挺好的 因為你 一直自己開 其實有時候很無聊 而且就是 很累 但是你 就是你快暈車的時候 然後你開車反而還不錯 朋友人這麼好 有錢人的想法不一樣 有錢人都很大方 我跟你講 真正有錢人都很大方 樓下買製冰器 不要有夾鏈帶就用夾鏈帶 製冰器沒地方放 原本就是 不是一般的家裡會有那個嗎 製冰器插進去的地方 然後扭 然後反正那一塊全部都被肉占滿了 那一塊的那個製冰器的那個 跟裝他的那個籃子 全部都被抽出來 丟 不知道丟去哪了 然後全部都塞滿肉 我覺得很可怕 有幾個有錢的朋友真好 我也覺得 而且我朋友 真的 就是都很講義氣 然後對自己身旁的朋友都很好的人 所以我每次跟他們出去 基本上 不太會花到錢 不太會 不太會 我上次跟同學去墾丁玩三天 自己一個人開了13個小時 我沒辦法欸 而且 而且之前 就是有開車過 然後全車的人都睡著的那種狀況 我就覺得那種時候 我就是 特別不想要當開車的人 因為我需要有人陪我聊天 幫我導航 什麼啊 我連我們家也一般的製兵器都沒有 可是愛車 不是啊 你的車 除非是那種 跑車名車之類的吧 要不 通常 都會給別人開吧 我開過 BMW 好像也開過賓室 最貴的話 再貴的好像 就沒有了 但是我看過 有人家有跑車 只是叫我開 如果願意借我開的話 我也不敢開 等一下 它壞掉 我賠不起 很可怕 我有朋友家裡有跑車 我也只是看看而已 我沒有坐過 因為他們家有很多台車 然後 他自己是開特斯拉 然後他有說他給我開 但是我 我有點怕 我沒有了 我不敢 街 跑 跑 不稀奇 跑車 通常都有保險 我不敢 欸 如果就算說可以讓我開 我也 不敢開 你們假訓班有 冰室太奢侈了吧 相信他不是一般都30Toyota 以身相訓嗎? 神家不想要吧 我想開 我想開越野車 我有坐過越野車的駕駛座 但我沒有開過 你知道越野車的駕駛座 被我坐上去很像 很像小朋友在開大人的車 超高 完全看不到地耶 我覺得好可怕喔 很懂車 還好我就只知道 知道哪些 哪些 品牌嗎?還是怎樣 但是我不懂那個型號 但是我知道他有型號 他們會分什麼哪一個牌子的什麼型號 但我不懂那個型號 但我大概會認那個車是哪一家的 大概會認 如果要我買車的話 我會想要買特斯拉 而且我覺得特斯拉坐起來很舒服 就很好玩 而且有些充電站 就是你可以 就是在附近去礦 而且你因為在充電 所以你不用附停車費 所以我覺得挺讚的 而且他可以自動駕駛耶 他會 他會去 他會去 偵測 那個 道路線 我覺得超帥的 一般的車 我只看過 可以跟車的 但他不會去 掃描旁邊的線 而且特斯拉的鑰匙超可愛的 特斯拉的鑰匙是小特斯拉 就是小小子 我覺得超可愛的 好想要 好想要 他的鑰匙也超可愛的 但是反正我不知道 我坐過 我坐過 我覺得也不少車吧 但是我覺得 坐起來最舒服的是特斯拉 因為他就是 有點跟Gogoro一樣 就是他們都是那種 不會讓你感受到 坐在車上的那種感覺 他們就是平平的 很舒服 就是 就是很舒服 但是機車的話 可能 電動車也不是我優先的考量 機車的話 應該 現在電動車 的外表 就是 感覺有點 笨重 的感覺 我不喜歡太笨重的 車 看起來 所以如果 我不知道 因為我也還沒有要買機車 我有在想要買 我想說 等我大學畢業再買車 機車 但是機車的話 我會比較想買檔車 比較帥 而且檔車你可以 而且檔車的後座 比較不好做 所以呢 因為我不想載人 所以呢 就是 要不就是別人覺得很難做 不想做 要不就是我買個單人的檔 就是單人做的檔車 就不會有人說 可以蹭我的車 聰明吧 我有在想 就是 我第一台 但是我第一台車 應該不會買檔車 除非是我跟我朋友 買他的二手車 我有問我朋友 但是我朋友現在 他一直說要換新車 但都還沒換 然後他說 如果他要賣的話 他願意五千出 但如果再過久一點 我看可不可以把他壓到三千 我跟他買 但他的是檔車 但就是 不方便是其次啊 但我就是覺得很帥 而且可以 用這個理由 去不用載人家 因為我不喜歡 別人蹭我的車 是沒錯啦 我沒有要買汽車的意思啊 五千的檔車 他原本買的那個車 就沒有很貴 我忘記他買多少錢 但是 但是 反正好像也沒有到十萬 因為檔車 他那時候買多少啊 七八萬嗎 他買的是那個什麼車 就是 已經 已經是 就是最後 就是沒有在生產的那種車 是什麼車 就是 市面上應該也很少 就是 原本就已經很少了 然後呢 現在也沒有在生產的那種車 然後去買 他買那一個 但他騎很久了欸 現在 少說也有個三年 而且他的後座 他是有後座的檔車 但他後座的那個 腳踏器也是 壞掉了 所以坐起來超級不舒服 所以我在想 我想要跟他壓到三 就是 而且他一直說要買新車 想了一年 他都還沒有換新車 我要等他換車 而且他應該要 我想要 他教我擋車 我不敢 因為我有騎過他的擋車 但都是騎一小段路而已 而且我一直熄火 所以 我不敢真的上路 所以我想說 我要叫我朋友教我 然後他叫我去買一台擋車 但我不太想要花錢買一台新的擋車 我覺得這樣有點浪費 他才不是沒錢的人 他家裡本來就 小康 他自己又賺很多錢 他在存錢買房 他媽媽幫他存錢買房 因為他只要拿到錢 就會花掉的人 所以呢 他的月收入 假如說10成好了 他媽媽把他的 8.5成都存起來了 8.5成存起來 然後剩下的都是他的一個月的生活費 他的一個月的生活費 比 一般人的月薪嗎 還要高了嗎 但他還是會 就是用到沒錢的那種人 汽車駕照是手牌嗎 沒有耶 手牌比較貴 如果今天考駕照手牌比較便宜 我就會去考手牌 而且現在跑車 就算是跑車 現在越來越多都是自排了吧 所以我也沒有想要考手牌的意思 不想花錢 而不是沒錢 怎麼不愧是我 生活費是多少 我朋友嗎 他的生活費 反正他在我眼裡 他是很有錢的人 我不知道這是人家的隱私 不好說 我 手自排 我也不會 在這裡買好一點的車啊 我對車子還好 反而是我想要 我想要 擋車 而且擋車白牌不用繳稅 這帥帥的 我朋友的月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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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朋友的月薪 反正 我是覺得 我這一輩子 很難會有像他的 這個收入 可能要到28 29歲才會 我自己 我自己啦 擋車嗎 擋車欸 反正他 反正他是一個 因為他的工作類型是技術類的 所以呢 就是比較容易賺到錢的 所以薪水相對比較高 反正他的 他一個月的生活費 我覺得很多了 但他還是會花玩的人 我覺得很猛 他什麼時候要換車 我想跟他買車 我在等他換車車 這樣的話我還可以學 錢板就是賺來花的 是沒錯啦 是沒錯 但我不知道他怎麼花的 就是 先 因為他本來就有8.5成存 存在銀行裡的 然後剩下是多少 1.5成 是他的一個月的生活費 好了 我可能一個月都沒有他的生活費 那麼多 但是我還是可以 有錢可以存得下來 他是完全 直接就是沒有錢了 的那一種 我不知道很 很夢欸 就是 一個 你可以想像一個 比你有錢的人 一天到晚在你耳邊 哭窮嗎 就是我現在 我這個月沒錢了 我好窮之類的 到底 他就是那種會 每天只要見到 他都會跟我哭窮的人 謝謝吉米洲的告白氣球 然後每次聽我都 我都罵他一下 說那你跟我換 你跟我換一下 薪水 到底怎麼可以每個月都都花完啊 我沒辦法理解月光族欸 除非是你本來就有 固定的存款 然後把存 就是有需要什麼東西 在存款裡面去扣 但還是會有一定的存款 可是月光族 不知道 也不是說不好 但那如果到了 有 就是沒有能力做事的時候 怎麼辦 買不起房 但我朋友買得起啊 如果他 照這個速度下去的話 他才打拼三年欸 在這個速度下去 他可能 不到25歲就可以買得了了吧 感覺 但他是被他媽媽 逼迫存錢的 因為他的銀行卡在媽媽那邊 被他媽媽保管 因為他拿到那個卡 一定會花掉 超好笑欸 是沒錯啦 有錢就開樂 每次5小時嗎 嗯 時速應該會變短喔 安樂死喔 也沒有不好欸 也沒有不好欸 我是希望我老了 不要有老年痴呆啊 他媽媽不可能花掉 他媽媽是老闆娘欸 他們家的小孩 全部都在他媽媽店裡工作 他媽媽超厲害 他媽媽也不是台灣人 他媽媽是越南人 然後也是來這裡打拼 然後自己 自己拼 拼成現在這個樣子 我覺得超猛 他媽媽 他媽媽也算是我的 偶像吧 另類偶像 我覺得他媽媽超猛 就是 一個人 孤身在外 然後還可以 事業有成 香蘭是誰 企業 家族企業 欸 我發現 我身邊所有的朋友 都是 家族企業 就是 反正至少都是小康以上的家庭 然後每個父母 都一定會有一個是老闆 的人 好扯喔 就是他們是那種 就算在外面找不到工作 永遠都可以繼承家業的人 或是說 在自己的公司有 職位的人 好猛喔 好像 如果我以後 就是 找不到工作 也可以去 就是 趁他們的家族企業 好猛喔 好猛喔 家族企業 感覺很厲害 但是如果經營不好 也會倒對不對 不是是因為是剛好 我現在想一想 有 有燈光影響公司的 有 美甲美睫的 有 有飯館的 有餐廳的 有美容的 好扯喔 好扯喔 還有 還有工廠的 那我們在幹嘛 那我在幹嘛 好扯喔 好扯喔 我是不是也要開始有個什麼家族企業 我現在是兩個小孩的媽媽 就是全自在帶小孩 你在家疫情就差點倒掉 可是要看是什麼 行業吧 像是 如果你今天是 什麼啊 你如果本來 如果你是網路賣場的話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吧 網路賣場 可是目前 好像我身邊沒有 家族企業是網路賣場的 可是它就是有點像是怎麼講 安全網 就是你 不管在外面做得好不好 都會有一個位置留給你的那種感覺 少年古神 可是它們的 店都是不同 不同 類型的 呀 你看面店 什麼面店 好扯喔 啊 還有就是 好像有一個是建商的 有一個 我前陣子 今年嗎 今年初有認識一個妹妹 她才十九還是十八歲 十八十九歲吧 反正 然後 她們家做建商的 她現在也才 大學嗎 初一初二 那種嗎 大一大二那種 然後她就已經當那種 那叫什麼啦 那個 頭頭 那個 公頭 之類的嗎 就是什麼 就是帶領大家去 就是 我其實不太明白 但就是 有聽些 有的沒的 我覺得喔 好扯喔 人家十九歲 十八歲在這裡 然後我在幹嘛 公頭 我不知道耶 他們就是 反正就是做建商的 就是他可能會 企劃什麼建築 建築的 什麼結構之類的那一種吧 反正我那時候也沒聽懂 反正這聽起來很厲害 然後我聽不懂 反正我就是 印象 然後有些是在 還有一些是在外面留學 但我 但 但我不知道他們家要幹嘛的 我不知道耶 但他長得很漂亮 他長得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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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很多人去看他 instagram的那種 那種 臉 而且他很可愛 他很 他超Q的 還有 還有開那個 運動用品店的 就是 腳踏車啊 登山的那種類型的 好扯喔 他們到底是什麼做起來的 因為我 其實我也想要當 老闆 但是當老闆 好像 就是 因為風險太多 而且我本來 因為我覺得當老闆 就 如果你要去開一點店 你至少還是要有一點 就是做好要倒的準備 就是你要有一個 你就算做失敗了 你還是可以生存下去的那個能力 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還我還沒有那麼安全 所以 就是我一直很想做 但我又很害怕 做失敗了 那我是不是 就沒飯吃了 我們大學的氣修系 也是 親家族氣 好扯喔 他有男朋友 他有男朋友 他男朋友也是網帥 想的美 想的美 會反對你想讀 或想做的事 可是我身邊 認識的都沒有說要強迫他們 他們都是 就是 他們 我現在身邊的朋友都是那種 我 我要講什麼 就是他們現在都是 他們原本都是讀他們喜歡 有興趣的科系 是 因為出了社會之後 不知道要去哪裡 所以呢 現在就是在繼承家業的 或是 未來很迷茫的人 也不知道在幹嘛 所以呢 後面又回去家族企業了 就是他們 父母沒有強迫他們要做這一塊 而是 他們 在外面可能 找不到 找不到自己想做的事之類的 才回去的 但我覺得這樣也挺好的 敵人只剩一個 什麼敵人只剩一個 什麼敵人只剩一個 對啊 讀文組的 家裡都很有錢 讀文組的是什麼樣子 但是我不知道欸 如果假如說今天是我的話 有家族企業 我可能一開始也會不想要接 但是要看吧 因為今天 他們會繼承 很大一部分是因為 本來就是 外面的工作就很難找 就算找了薪水也不一定高 但是你如果繼承家族企業 就算你不繼承好了 你在自己家族裡面工作 你的薪水一定會比一般人來的高很多啊 他們可能 我覺得他們 他們 我覺得啦 他們可能是因為 薪水待遇很好 而且 因為是自己家的 關係 所以有時候會 懶散一些 但是頂多被念一下 不會 不會直接 不會說就是因為 你遲到很多次 就被裁員幹嘛的 就是因為 背後有靠山的感覺 所以呢 他們可能 才會去 自己家裡做事吧 我自己是這樣覺得啦 我自己這樣想 就是因為你背後有靠山 而且待遇又不錯 真的真的是 比起在外面做事來的會更好 更輕鬆 更輕鬆一些 但是我 反正我自己身邊的朋友 目前 我知道的都是 是從底層做起沒錯 但是薪水 都比一般人的高 就比如說 今天都是讓你們從基底的員工做起好了 但是 假如說這個人的薪水 這個月就只給你一萬 那他的小孩可能就會有個三萬 這樣子 我目前 知道的是這樣 但是每個人不一定 在家裡做事會比外面的更嚴格 我 看到的是沒有啦 因為畢竟 我的朋友們是 沒有想要繼承 但是他們是在自己的家族裡面做事 所以薪水比較高 而且他們自己有打算自己去開店 所以呢 他們也沒有要做下一任老闆的意思 就是他們就只是 在裡面當員工 只是待遇比較好的員工 然後呢 之後他們想要自己去闖 你覺得一般人薪水是多少 什麼意思 付短是一定的啊 看什麼家人 反正我目前看 看 就是這樣啊 每個人不一定吧 有些 有些可能比較嚴格 是因為他可能想要 讓你們繼承 然後你不嚴格的話 你怎麼知道 這個公司未來會不會 像這樣順順的 好好的經營下去 如果今天是 我是老闆的話 我要我的小孩繼承 我也會對他很嚴格啊 因為 我要怎麼知道 他有能力可以繼承 他沒有能力的話 我給他也沒有用啊 就是他只會把這裡弄垮而已 而且他不一定還喜歡 是吧 你認為一般人的月薪 大概是多少錢的意思 四萬對我來說 就算偏高咧 但我朋友 更高 而且我媽媽的薪水也猜 我覺得我媽媽的薪水也算低 他才兩三萬 如果以一個正職的人來說 我覺得 而且他是沒有 他是一個月才修幾天 兩天的人 一個月才修兩天的人 然後薪水才兩三萬 然後我朋友 他一個禮拜修一次 反正薪水 比這個還要高 就對了 四萬要加班 台北最多三萬多 最低月薪 我不知道 反正我媽媽 不是做 我媽媽是做那種 以 怎麼講 劑量的 劑量 他不是算死薪 也不是算月薪 他就是劑量 做多少算多少的那一種 對阿 反正我朋友的話是 看業績的 反正他最少 反正最少比你們現在說的 還要多 就對了 最少 有錢人也不希望小孩子 靠自己也會逼他們去外面做 他們就是有去外面做過 所以才回去的阿 因為外面的待遇 本來就不會比較好 就是 因為如果你只是做一般的服務業的話 本來薪資就比較低 而且他們也不是本身就有技能的人 是因為 家族企業 所以呢 可能父母去訓練他們 他們才會的 但是你外面可能 這種類型的 你都要去花錢去學 但是他們父母可以免費教 就是從零開始 在自己的家族裡面 做到熟練 然後薪水就越來越高 這樣子 像我朋友 一開始也都是做不好的人 就是 真的就是做不好 就是會被投訴的那種做不好 但是你如果一般在外面的話 光這樣子 可能老闆就覺得 你不適合把你開掉 但是因為 畢竟是自己的人 可能頂多被罵 但是他就是會讓你 如果你有心的話 你就會想學好 因為要不然的話 你這樣你要怎麼賺錢 對吧 所以就是他也是因為 為了要賺到錢 所以後面就是 也是有把事情做好 就是我覺得他的薪水 有到達他的程度 只是 他的態度可能 會比較鬆懈一點 比較懶散 就覺得說 可能老闆講什麼 一般人 還是要聽啊 因為你不聽老闆的話 你就可能 會被降 降薪資 會被開除 但是他可能就是可以 就是打哈哈帶過 就是 對 但是我覺得他的能力 是有符合他自己的薪水的 平均月薪三萬八 聽起來好低喔 聽起來好低喔 反正我覺得我朋友薪水很高 就對了 說不定 如果我之後 說不定有機會 我未來會成為他的同事喔 如果我 如果 因為 因為 他媽媽有跟我說 如果我去做的話 他媽媽也可以免費 教我 教到我會 只是因為那個 那個 就是跟一般正職一樣 你要花很多時間在上面 所以呢 不太可能 那麼快 就賺到錢 三萬八算不錯嗎 不知道 反正我是沒有拿過三萬八 我也是工作快七八年 才到四萬多的 我朋友 比你多 他沒有熬那麼久 現在才第三年 最好 架 很有錢 又對你很好的 對這個還好 但對我好是要 真的 可以買一百多張 不是啊 那你這樣子 你要剩下的錢 要怎麼拿來生活 但 我不知道 我靠朋友養 我跟 欸 我有跟他們說過 如果我有一天 窮到沒錢吃飯了 叫他們要養我 他們就說 他們就跟我說 他們不會讓我餓死的 他們真的沒有讓我餓死 我只要去找我朋友 我都 我吃飯都不用花錢 基本上啦 可能十次出去 可能只會花到一兩次錢 那就夠啦 像我打雜的 就錢很少 但我也覺得 這種不能做一輩子 免費飯票 但他一直跟我哭窮 而且 他很爽的是 因為他的家人也很多 所以他賺的錢 他賺的錢 除了存錢 來 跟自己的 生活開銷之外 他其實很長 就是他的早餐也不用付錢 他是可以奢帳的那一種 就是 讓其他家人代付 然後我覺得 太幸福了吧 而且 就是基本上 生活用品什麼都會有人出錢 所以呢 他也沒有什麼 就是 基本生活的東西 他不用自己去開銷 所以 所以就很羨慕 就基本上 除了他被存起來的錢之外 他的生活費 就是用來吃喝玩樂 那一種 這是我的完美人生的耶 這種 你懂嗎 就是 你除了存起來的錢 你只要把剩下的錢拿去吃喝玩樂 就是 很幸福的感覺 12帳就是 我今天去買早餐 我不付錢 然後你來幫我付 的那一種 你懂意思嗎 我第一次聽到 我不是第一次聽到 就是我第一次真的身邊有人是這樣子的 就覺得 竟然 然後我就說 都可以收上 你就每天都要來吃啊 真的 但是他還是要賺錢 他要買房 吃的跟餃的能存錢嗎 我吃的通常 我真的很少花錢去買吃的東西 因為我就跟你們說 我朋友 我跟我朋友出去 基本上不用出錢吃飯 而且我只要家裡有吃的 我通常不太會出去買 因為就是要花錢 但是有時候我會花錢去買早餐啦 就是 有時候比較早出門 然後真的沒東西的時候 是不是 這個是完美人生了吧 就是 賺很多錢 然後又可以存很多錢 然後自己的生活費 只要拿來吃喝玩樂 所以他 一個月的生活費也不少 只是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可以花那麼快 他可能 因為他很喜歡吃 好吃的東西 就是 他會願意為了 一頓他想吃的 就是 像比如海底老 那種會比較偏貴一點的 餐廳 他就是會為了去吃 而花這筆錢 的那種人 或是去玩 就是 出國玩的那一種 他可能會比較越花錢在上面 所以呢 所以呢 可能錢比較存的 就是 不是存 比較 花的比較快 那也要 他家人都去從一間早餐店吃啊 對啊 他們那個社區 很多 他們反正就是 很多親戚在那個社區 對不對 我覺得 我覺得好羨慕喔 我也想要可以奢上欸 就是 如果我可以奢上的話 我會每天都去那個早餐店吃 而且他是早餐店 他就是 你可以看著他菜單上 你每天想吃什麼 就點不同的東西 而不是說 你每天都只能吃一樣的 超讚欸 超扯 而且我跟他認識了好久了 我跟他認識了 1 2 3 4 5 6 6年了 我第一次知道他家 那附近早餐店可以奢帳 真的他基本上不用事費 我覺得超超好 沒有他的奢帳不是他付 我去買 我不付 你付 的那種概念 他沒有要自己付 他不用自己付 他有家人 都記在 就是有點像 我不知道是奢帳還是什麼 就是記在別人的名上 他從小就是可以記在別的親戚的名上 超爽欸 你要一起去嗎 有啊 我去過兩次 還是三次 我就說 蛤 你竟然有這種東西 你沒有跟我講過 然後有一次 有幾次我就跟他去吃 然後 那間早餐店很好吃 然後他說他不喜歡吃那間早餐店 很豐富欸 那間早餐店比我們學校的那個 那個飯 飯 食堂 餐廳 比我們學校的餐廳還要多 很多 他是有兩大張的菜單 的那一種 就是他有分早餐 早午餐 咖啡 飲料 果汁 所以已經 比一家餐廳的菜色還要多了 然後我覺得他怎麼可以不喜歡吃 超好吃的 他吃膩了吧 我不知道欸 他有一個妹妹 他妹妹就是那一種 他妹妹感覺生活習慣會跟我比較像 他妹妹就是那一種 能不花錢就不花錢的人 然後他妹妹也是 每次早餐都是會早起去那間早餐店吃飯 然後我跟他在一起認識了 那麼多年 我到現在才知道他那邊可以 就是 吃免費早餐 然後 因為他都是 平常都是去他工作的地方附近 吃早餐 然後我就一直不知道他有免費早餐可以吃 真的 真的好扯 我覺得超幸福的欸 我每次 想到他有免費早餐就覺得好幸福 他家不是開餐廳的 他家比開餐廳還要賺錢多了 但是他可以吃免費早餐 其實我一直覺得我好想要當早餐店 老闆老闆娘的女兒 就是 每天起床都可以吃好多好吃的 好多好吃的喔 晚上好 我沒有要開早餐店 但是我想當早餐店老闆娘老闆的女兒 謝謝博承樂甜甜圈 我沒有要開早餐店 欸對耶 如果我要開店 我要開什麼 要幫忙嗎 不一定吧 我可以當 眾多小孩中的一個阿 說不定他不會 可以 要我幫忙 呵呵 我可以當 早餐店老闆跟老闆娘的小公主女兒 就是負責吃的就好了 如果我要開店的話 但是我應該不會想開一個實體的 我會想要開網路賣場 就是因為你不用去特別經營你的店鋪 你只要去 進貨包貨 然後去經營你的商場 對 如果我要開的話 我應該會想開網店 像我的 有一個朋友是想開那種 寵物咖啡廳 我也覺得挺好的 然後呢 然後我就有說 如果 未來他開成功了 我可以去幫他 我可以去跟寵物玩 開咖啡廳嗎 咖啡廳感覺也好 好忙碌喔 還好耶 對咖啡廳還好 我可以去當一日店長 但我不會想開咖啡廳 我現在只想得到網路賣場 他開店還可以開什麼店 實體店嗎 實體店嗎 我想開 比較會賺錢的店 驗證值 這是算是繼承家業嗎 我想開什麼店 如果是我的話 如果是我的話 我想開 對啊 實體有電租壓力 而且你還要去 經營你的那個 整個環境幹嘛的 我覺得有點麻煩 所以 比起實體店鋪 我會想開網店 而且網店比較 不太會有 實體店的更多困擾跟麻煩 應該是說 如果要回本的話 網路商店也會比較容易快回本 晚安 實體店喔 實體店可以開什麼 可是早餐店要說賺也不好賺吧 他們很辛苦耶 你想一下 他們要很早起床 然後他們要 他們要做很多 就是早餐店都很多人排隊 而且 他們 就是 每一個價錢 都是說 沒有 就是 對物價來說 早餐店不可能 比外面的貴啊 所以呢 他們都是一點一點這樣 累積下來才 看起來多的 但是他們付出的 比其他餐廳 還要更多的精力 你知道像一般可能 網美咖啡廳那種的 可能一個餐 你成本價可能才不到一百塊 你可以賣到人家快三四百 那個這個差別就差很多 偶像早餐店 可以不要早餐店嗎 謝謝中瑩的草莓聖代 蛤 我為什麼要一直 這個 一直抓著早餐店這一塊 但是我沒有 我身邊沒有開早餐店的朋友 我很想要交一個可以開早餐店的朋友 我想要交一個可以開 家裡開早餐店的朋友 我這樣的話 可以去趁早餐 就是比起外面的餐廳 我超級喜歡早餐店 因為我覺得早餐店的東西都超好吃的 早餐店的東西都是 我超愛早餐店的 就是 小夠大碗那種感覺 學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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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近的早餐店 就是很可怕啊 反正我不會想要去做早餐店 我也不想當早餐店的老闆 我現在除了網店我沒有想到想開什麼 實體店我完全沒有想法 我覺得 對我來說執行有點困難 我就等我朋友開店 然後 當他的 當他的股東之類的 買五個漢堡 送一張紙筆 你要開一個嗎 我畢業去光顧啊 你有可以吃面前早餐店的費用 已經很夠了 是啦 但是 我如果朋友真的有開早餐店的話 我可以讓他親手揍給我吃 然後我就被討厭了 謝謝 謝謝余智瑋的 緣分相遇 謝謝黑傑克 謝謝齊野 朱旭吧妹 你怎麼知道自己 你自己知道怎麼做 就不會想吃了 沒事 我見過很多 後腸很髒的餐飲業 我都還是會吃 我目前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講耶 可以講嗎 我目前反正就是很多餐飲業 後台 反正基本上不太會有危害 生命安全的衛生問題 但就是 我第一份工作 的後台 那我不說是什麼 反正我第一份工作 就是有廚師做濃湯 他可能腸胃道就直接把手指伸進去 吃味道 就是已經準備要端出去的 我那時候看到我 我 但他沒有重複這樣 他就是這樣 就是手伸進去了 這個畫面我可以 記一輩子耶 因為那是我第一份工作 我有 我有嚇到 對 但是 現在想想好像又可以理解 但就是 怎麼講 反正我想跟你們說啦 貴的餐廳不是沒有道理 像因為 像我第一份工作的地方 他們就會分一些比較 一般的 一般的 一般的會場 跟 要花比較多錢的 這樣子 就是 比較一般的 後場 整個就是戰場 而且地板超滑 然後整個就是 做東西的地方 跟一堆廚魚們 是在一起的 超可怕的 就是 我知道的話 我不會想 但是我現在 我那時候覺得說 我不會想去 但是我現在也覺得好像也還好 至少 反正又不是混在一起 就是不是 東西垃圾在裡面那種 反正就是 就是有點像是 你的廚房跟你的廁所是 同個地方的那種感覺啦 對 然後 但是真的比較貴的地方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而且他們都 感覺 隔絕做得比較好 可能有保鮮膜啊 有蓋子啊 然後東西都比較高級一點 對 所以我覺得貴是有道理的 而且 而且我發現 就是 花錢去貴的地方包廠的人們 呃 資質都比較高的感覺 就是他們不會 那麼 沒禮貌 而且他們會給小費 所以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 一般 對 而且 但是 我還是覺得廚房跟廁所 在一起是一個 很神奇的事情 但是因為他們空間有限 也不能說什麼 而且他們地板真的滑到一個爆炸 我有親眼目睹一個 就是 因為我們那邊是有產 第一份工作那時候 是有一大壺茶水的 就是你要 客人要茶的話 你要去 呃 客人要熱茶的話 你要去裝給他 然後那一桶 是那種 一打翻之後 整個熱茶都會倒出來的那種 就是有一次不知道是誰撞到 然後那一整壺熱茶直接 就是我們整個後廠都淹 淹大水 就是被那個熱茶淹的 然後離那個茶水最近的一個男生 他又很小隻 然後他就是在那邊受了工傷 他整個腳被燙傷 然後 然後我剛好 那時候很幸運的時候 我在最尾端 所以那時候已經淹水 我就已經看到有水過來了 就是 到我這邊的時候也通 就是也碰不到我的腳踝的那一種 就是 頂多就是比較多 就是 就是 反正就是不會讓我受傷的程度 然後我就是 我就是從遠處這樣子 看 看到這 然後我超傻眼的 就是全部人 都在逃難的那種 我超 我真的是 那時候才幾歲 十五十六歲嗎 然後我 超可怕 我會記一輩子 然後他那個 車線 他就馬上被扛去 那個 救護車上 然後好像幾度燙傷 反正很可怕 而且 而且又是熱茶 然後超危險 就是 整個地方都很滑 然後呢 又有人撞到 然後還要被燙傷 雞皮疙瘩 就起來了 反正他好像是幾度 我記得有分幾度 反正他好像是 第二嚴重的 燙傷 就是好像有分幾度 是到五嗎 還是到幾 反正我記得他是第二嚴重的燙傷 然後我後面 那時候就沒有 我不知道他休養多久 反正我後面就沒看到他了 反正我覺得超可怕 幾個月後才好 我不知道耶 因為那邊的人工太多了 所以我沒有每個人都認識 但那個人 你那時候有follow我 對 謝謝朱里恩的紅玫瑰 當然一定要做好 我不知道耶 反正那個時候就是 第一次人生歷練 第一次去打工 但是我覺得很幸運 是那時候 因為我們是一批人一起去 然後那時候 就一個是主揪人 然後一個是我 然後就是我們兩個 那時候 剛進去 一個月而已嘛 就比較被看好嘛 然後主管就有帶我們去 比較高級的地方 就是比較高級一點的 那個會館嘛 就比較高級的會場去工作 那邊的話就是 啊 員工制服都超噁心耶 就是你可以想像 好幾百人的制服 都是共同穿同一件 而且那一件就是 一件看起來就像沒洗一樣 就是很臭很髒 然後呢 你又不能去挑 然後那個環境又很糟糕 所以我就很不喜歡 就是每次穿的時候 都會有一種汗醜味 而且又很醜 然後但是去高級的會場的話 都會有專屬的 就是燕尾服 然後看起來就是很 他們都是感覺有去乾洗過 去window燙過的那種 然後又有專屬的員工辦公室 就沒有要跟幾百個人 幾個超髒的地方的那種感覺 所以就 我很喜歡 可以被叫去高級會場的地方 然後那邊的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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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做那麼多事情 他就是有點像是 一對一服務 就是你可以慢慢來 就是你不用那麼趕 而且 後廠又很乾淨 我很喜歡 衣服要錢 不用錢啊 就是你工作穿而已 他們有 他們有洗衣服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他們像沒洗 要不就是說他們 還沒洗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那個衣服我覺得好髒 但是燕尾服我覺得很 很 很棒 很棒 而且 就是怎麼講 反正就是燕尾業 然後那時候 比較一般的會場 就是可能兩個人負責 負責個 五大桌 六大桌 然後比較高級的話 就是一對一 就是一個人負責一桌 然後就不會那麼趕 而且 比較一般的會場都很大 所以你要跑很遠很遠 但是比較高級的話 他的會場就沒有那麼 大 然後就不用走那麼 走那麼多路 然後什麼都不用趕 不用趕 但是我那個工作也做蠻久的 然後那時候 我是最後一個離開的嘛 就是 就是我朋友都受不了都走了 然後我還在裡面坐 但是我是第一個抱怨裡面很累的人 然後但是我是最後還在裡面工作的人 然後我後面 我沒有做事 因為那時候 我朋友就一直 有事情要找我 然後我就爽約了他們 兩三次嘛 然後我主動跟他們說我要去工作 然後呢 然後呢 我朋友又要我不要去了 然後我就爽約了他們兩三次 然後我就沒有連去 他們那邊工作了 然後我就沒去了 因為那時候 涉事未深 而且那時候就是想賺錢 但又覺得很累 所以那時候就一直狂抱怨 然後我是第一個抱怨的人 但是我又是最後 最後還留下來的人 好諷刺喔聽起來 但是 但是我也覺得 離開 也算對嘛 雖然說很累 但是因為 你知道年輕妹妹進去 都會有一堆人要幫忙 所以呢其實 要說累也沒有說很累 而且我做事本來就不是說 我學習能力本來就比較快 所以我也不是 會被別人抱怨的程度 像我那時候有很多人一起去工作 有一個朋友就是因為 他比較笨手笨腳一點 然後就會被他的partner 或是怎麼樣 就是一些其他員工抱怨 就是會 就講說他怎樣怎樣 就是一直在打小報告 或是就是 罵他做不好之類的 所以他 他就是有點受不了 離開的 然後有一個是 有一個是 我不知道什麼他就突然不做了 然後我 我是 因為沒有這些問題 而且 會有人來幫忙 所以 其實我覺得 對我來說好像 沒有差 我只是想要 就是 就是短時間內 賺比較多錢而已 你又一直在發洩 嘴巴唸還是 摸摸一直在做 嗯 對 我覺得我這一點跟我媽 蠻像的 我媽也是這種人 但是我媽到現在還是這種人 但我現在比較 不太會 唸嗎 好像 可能也會 就是可能私底下會唸 就是如果有不開心的事 因為情緒 難免會有情緒的嘛 但是 但是我要 我的負能量通常都是更 特別熟的朋友 發洩的 因為我一些朋友都很 比較 少根莖 比較無厘頭 所以發洩 他們其實也沒有認真在聽 就是我只是單方面想要宣洩 我可能就一直 狂輸出 然後他也沒有輸入 他就只是 然後開始耍智障 然後就開始 心情就會變好 所以 我覺得我的朋友們其實 對 我自己覺得 這個模式還挺好的 就是 我發洩了 然後也 也讓我開心了 但是裡面 通常妹子 都會 被關照 所以呢 我朋友們 我朋友們也有啊 他們也有被關照啊 就只是 就只是 我不知道什麼問題 但是光 光我可以去高級的 會場 我就覺得 是一個很榮幸的事情了 就是有一種 那個時候會覺得是 有 認可我的做事能力 的那種感覺 而且 那邊的環境也比較舒服 就像你 一般的會場 你可能沒有 就是 好像也不是沒有時間 就是可能不太有時間 可以 人跟人在那邊聊天 聊一段時間 但是高級的會場 通常會有很多時間跟你聊天 而且 又有乾淨的衣服 又蠻好看的 然後還會有客人給小費 會場也不大 還一對一 還衛生 又比較衛生 所以很自己翻 反正我 我做過很多工作 但是 我覺得 餐飲業 唯一的 不是唯一 餐飲業的優點就是 薪資高 而且 有飯吃 對 但是 大多數的餐飲業 都會讓你的身上 殘留 它的味道 所以呢 這一點是我最不太能接受的 像我以前也有做過刷刷鍋點 在高中的時候 然後 然後 我每次下班 都會有這個味道 而且重點是 而且一定會變胖 因為那時候 我們下班好像是9點10點 然後呢 我們都是下班才能吃原餐 然後原餐都是吃火鍋 然後呢 每一餐吃那個 我那陣子 好像胖了 五公斤嗎 五六公斤 超可怕的 然後 可是我很幸福 因為你可以 飲料喝到飽 冰淇淋吃到飽 然後又可以火鍋吃到飽 而且 但是味道真的很重 而且 你又在那麼晚的時間吃飯 一定 一定胖死 我那陣子 我那陣子 真的是 我自己自稱是幸福肥 我不知道有沒有瘦回來 我那時候幾公斤 反正那時候變胖很多 然後我就 但我過得很開心 因為薪資 蠻好的 那個年代的時候 他的薪資比一般薪資高 而且我又可以 免費倡飲很多 有的沒的 很幸福 就是食心膏啊 食心比一般的食心膏 餐飲業 但我好久沒 沒去看過了 好想 但那家蠻好吃的 高中的時候 高中的時候 高幾啊 高二嗎 高二的時候 吃冰有吃熱的 我很少有拉肚子的問題 所以 我腸胃很好 那個年代 就是因為現在食心一直在 增加 反正那時候很幸福 就是想起來是 美好的回憶嗎 就是 我還記得 我會在工作的時候 去偷挖冰淇淋 我覺得老闆他們應該知道 他好像 很不喜歡我會一直偷吃 但是我就是上班的時候 可能有 就是我很容易餓 我超容易餓 所以我就會 偷挖冰淇淋 或偷倒飲料 照理來說是可以的 但是 但是要再下班後 但是 但是 其他員工說可以 所以我都 偷偷來 但是他 我覺得老闆應該知道 所以呢 我有被唸過幾次 就說上班不要 不要偷吃東西 但是我還是會偷吃 因為會餓 就是你 你可以懂嗎 一放學馬上要去工作 怎麼可能不餓 沒有時間吃飯 現在要飲食控制 不能亂生 很痛苦喔 很痛苦嗎 我現在 我現在 飲食控制中 每次都只吃那個口味 我都 但是我不太 但是 但是有事情做 都會第一個去幫忙 所以 我覺得我做事能力應該不差 就只是 那個時期是我很愛 吃東西的時期 就是剛好 被那個老闆遇到 然後 宴會廳倒是還好 宴會廳就是 你忙到你根本沒有時間去想 你要吃飯 但是 一般 可能 你 下班的時候 會有客人可能 飯後甜點 可能哈根大叔 或什麼 他們沒有 帶走或吃的話 我都會把一堆帶回家 我的愛維綿 我現在 我現在 好很多了耶 我以前是 狂吃耶 我現在 我現在是 變瘦時期嗎 慢慢 就是 剛升高中 是變胖時期 現在可能正正 正正要 撿回去了嗎 我不知道耶 給小河的 但是 我可以拿很多 我發現好像很多人 都不吃耶 但是我覺得 因為那時候是 高一嗎 還是 什麼時候 高一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 我第一次吃哈根大斯 我那時候在想 為什麼 大家會喜歡吃那麼貴的冰淇淋 是多好吃 然後吃了 覺得它超爆甜 我還是沒辦法理解它的 好吃在哪裡 我還沒有全部給你們看的耶 我還沒有全部給你們看的耶 我怕給你們看了 會嚇到你們 我只有少少部分時候 會給你們看 而且我不想要我的聊天室 都是食物 有點可怕 你跟李貓誰吃得多 我不知道耶 其實我不知道耶 但我目前 我覺得名字就肯讚了 而且大多數的 而且大多數的 那種自助製冰淇淋 不都是名字的嗎 其實我覺得 就很棒了 我不喜歡 它跟大斯耶 好甜喔 為什麼 會那麼紅 是因為它是進口冰淇淋嗎 那種 幹部 啊 杜老爺也很讚 而且 也是學夠短碗那種 I like it 我不想要那麼甜 它是hoho甜吧 我沒有hoho甜 我要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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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氣美女 我要當氧氣美女 要那種 呃 沒有味道 然後吃進去 還會散發香味的那種 我不要當 我不要當甜妹 我不要當甜妹 什麼是氧氣美女 不知道 會呼吸的感覺 哈哈 我不知道耶穌 我是氧氣美女 就是聽起來 很空靈 我當你空氣 你就是空氣 我當 蛤 是嗎 是這樣嗎 我不知道 聽起來好像很清新的感覺 感覺 響氣美女 感覺 她的 毛孔會呼吸 是嗎 氧氣少年 欸聽起來很 很少 很少 有那種感覺喔 少年感 脆顎絲是什麼 我們之間的關係 我眼都不神秘 氧氣 看很多廣告喔 會不會太有問題 我們之間的關係 現在就告訴你 Are you ready 我等你空氣 你就是空氣 隨時需要你 沒你會窒息 這是什麼啊 這也是叫氧氣美女的歌嗎 氧氣美女主題曲 我等你空氣 你就是空氣 隨時需要你 沒你會窒息 沒有你我要怎麼活下去 扮演許多角色 家人愛人知己 蛤 蛤 一味心靈雞湯 蛤 什麼意思喔 我聽不懂欸 什麼 答問 答道理 們 都是對方的必須品 但世界 我最懂你 只有你媽 而已 一個女人 將工具人當空氣的歌 喔 小到不行 快樂等星 你決定 我現在就決定要 跟你一起 我當你空氣 你就是空氣 唉唷 隨時需要你 美你會窒息 白皙的皮膚 清澈的雙眸 珠 如果沒有 屁股的 屁股唇可以嗎 豬唇 屁股唇 我嘴巴很厚欸 屁股唇 如 木 春風的氣質 內 外 外 外 柔內 剛 我是 外 剛 內 柔還是 外 柔內 剛 那我算是 氧氣美女嗎 我可以當氧氣美女嗎 缺幾項 我當你空氣 你就是空氣 隨時需要你 美你會窒息 我要對你深深深呼吸 我當你空氣 你就是空氣 隨時需要你 美你會窒息 我 沒有你 我要怎麼活 下去 我有聽那個喔 我有聽 未來少女的歌喔 我要來 我要來 觀摩他們 我要來 學習他們的舞台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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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這裡 沒有 你 我要 怎麼活 下去 我有看美團的表演 欸 我真的 好喜歡那個喔 那叫什麼啊 飛鴻媚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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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好喜歡喔 我也好想 TP有機會可以跳到那種風格的歌嗎 我也想要帥帥的 我需要歌詞 公道 歌 牠 牠 omet開始 mês 哪里啊 情绪暴躁 得到更多 确切的无聊 为什么你舍不到 我偷偷发出的讯号 现在进入红色镜 I really need somebody I really need some touch I really need you right now I really need somebody I really need you right now 我快要被你疯掉 你进入我的人 进入我的派罪 你是我的好姐妹 不用派罪 变得暧昧 什么要跟我玩多毛毛 你的语气不通 我无论 说完了不知道 你在想什么 心绪暴躁 得到更多 确切的无聊 为什么你舍不到 我偷偷发出的讯号 现在进入红色镜 我现在进入红色镜 I really need somebody I really miss you touch I really need you right now I really need somebody I really miss you touch 但是我快要被你瘋掉 不用說 就牽起我的手 這是十一月的教練的那個嗎 十一月的教練的手勢 新的單張 穿上了新的樣張 我的生活全變得更不一樣 化上了新的單張 穿上了新的樣張 把你的臉在我腦中留著想 I really need somebody I really miss your touch I can't wait to meet you right now I really need somebody I really miss your touch 我快要被你瘋掉 我 Queen Queen card 我好喜歡 我最喜歡那個 到底裴紅 裴紅 裴紅 我喜歡他們欸 他們的表演都好炸 然後再來是那個 那個 那是哪一個 那個 那個 冠藍小熊 食指 什麼食指 喔 喔 喔好痛喔 誰是誰的是食指 誰的是食指 他們的還是十一的 喔他們是這個嗎 不是吧 我喜歡那個 我喜歡的 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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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看 我有看他們 他們的愛情是實實嗎 蛤 是嗎 真的嗎? 換藍很帥啊 他們很有整體感耶 好喜歡喔 他們的身材都很好 好喜歡喔 他們的身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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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的身材 好喜歡喔 不行了我要變迷妹了 他們真的好辣 又很帥 OMG 他們都眼神都超殺的耶 好愛喔 OMG 就是看他們都會有一種 熱血要爆發的感覺 熱血要爆發的感覺 好喜歡喔 那影的眼真的超讚 他真的 我沒辦法 為什麼他們可以那麼 SEX 又很帥 為什麼 你覺得肉肉是帥還是漂亮 又帥 又漂亮 帥大魚漂亮多一點 他實際下還蠻可愛的 喔真的好帥喔 為什麼可以那麼帥 喔 煙瀾小熊有點很讚啊 我很喜歡那個 許許 薄荷水晶的許許 我真的好喜歡 他有點閃亮的感覺 然後煙瀾小熊是喜歡他的 整個整個團 他們就是 很整齊阿 而且會各自有自己的魅力跟特色的感覺 而且會各自有自己的魅力跟特色的感覺 他的年紀大 你說什麼 你說 你說 誰 蛤他有參加過滴滴舞舞嗎 想去查一下 夏波去查 他十三歲有去過 他十三歲有去過 認真 蛤 健行聲 沒參賽 那在幹嘛 你說去那邊觀摩嗎 哇 哇 好扯喔 露臉 有露過臉 真的喔 他很可愛耶 就是有很有魅力的小孩 很有魅力的小孩 很有魅力的小孩 現在時間是二十天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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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黑曜精靈的第一個舞台 的歌 是我認識的一個人寫的歌 重點是那個人 不算是認識 就是他 就是 他知道 怎麼講啊 反正那個人很怪 就是 會知道他是因為那時候 因為他有做YouTube節目 然後 我跟我朋友在西門町逛街的時候 有被那個人攔下來採訪過 然後他就這樣認識了我朋友跟我 但是我沒有跟他有交集 然後他後面有跟我朋友一起 有聯繫 然後他就把我朋友 就是 把他當成他的女朋友了 然後 然後我朋友就後面就沒有在 就是 回覆就是理他或幹嘛的 然後呢 他就報警說 他女朋友失蹤了 然後我朋友就覺得很可怕 反正就是後面就是一堆問題 處理完之後呢 他才跟我說這件事情 然後 黑曜精靈的歌 是 第一個舞台的歌 是他的歌 然後也是我朋友 近期跟我講的 然後我就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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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眼欸 蛤? 反正 我就覺得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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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容易被Metoo 我不知道 反正因為我不太會跟陌生人會有交集 所以呢 我不知道我朋友就是那種 會跟剛認識的人 有所保留 然後有可能會再 更加認識 我不知道我朋友就是那種 只要有陌生人來找他 他就可以跟別人認識的人 但我沒辦法 就是就算 除非是我真的 也想 他給我的感覺是 我會想要去認識的人的話 我才會後續有交集 但是通常 通常會找我們的陌生人 都不會是 你會想跟他有聯繫的吧 通常吧 然後我覺得我朋友 就是一個遲早會出事的那種人 反正他就會跟一些陌生人有交集 然後 就是 哇 就不知道什麼時候發生這件事情 我都不知道 超好笑的 對 然後 黑曜精靈的 第一個舞台 是他寫的歌 然後 我有嚇到 因為我朋友那時候 他們還有在聯絡的時候 他有說 那個人 有寫了一個MV要拍 然後要請他當女主角 他原本答應了 然後後面 反正是 因為那些奇怪的事情 過後 我朋友就沒有聯繫他了 然後 對 他就報警 說他女朋友失蹤了 然後 反正我這些事情都不知道 我都沒有參與到 是後面解決了 他才跟我講的 我覺得很好笑 我朋友也都把他當笑話在講 我朋友也都把他當笑話在講 超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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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到一個爆炸 我沒辦法想像 但就是只能說世界真笑 超好笑的 反正就很好笑 反正就很好笑喔 我不知道 反正我朋友都把他當笑話來講 然後 我現在也覺得很好笑 我要下播了大家 你們的世界太小了 嗯 真的 我要下播了大家 給你們進看我的痘痘貼 大痘痘還沒消欸 怎麼辦 快要公演了 我的痘痘怎麼辦 我痘痘最近一直狂喪欸 太猖狂了 他們的身材比例也很好 叔叔沒有痘痘吧 好我要來念榜了 一二三四五 謝謝 我的拍手神器在我的衣櫃裡 所以 所以 今天沒有 謝謝第五名的 魚 還是 魚 魚 謝謝 謝謝 但是因為我現在貼痘痘貼 你們看不到 如果我那天沒有好 你們就知道了 謝謝第四名的吉米粥 謝謝吉米粥 謝謝第三名的金魚 明貓金魚 謝謝 金魚怎麼叫 金魚怎麼叫 請你跟我這樣做 金魚怎麼叫 好 好 謝謝第二名的 蹤影 謝謝蹤影 謝謝蹤影 謝謝我們第一名的胖昌鼠 胖昌鼠 昌鼠要怎樣 昌鼠 昌鼠是長什麼樣 昌鼠都會有這個 謝謝第一名的昌鼠 嗯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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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巴還好吧 我在這裡耶 而且它好大喔 它還真的有吸到濃 掰掰 謝謝大家 還有明天 明天見 明天見 掰掰 好啦 掰掰啦 晚安 早點睡 早點睡